让我们介绍一下Excel的功能用途 第一个叫做绝对值ABS 如果ABS1-4是-3 -3拿绝对值是3 要正数不要负数 第二个是出现ERROR 为什么中间有一个Space 不可以 第二个功能叫INT INT就是拿一个较少的整数 所以18除25就是3.6 拿低一个整数就是3 至于负数-4.3拿低一个整数 所以是-5不是-4 第三个功能叫做truncate truncate和INT很相似 不过去到负数的时候 就有少少分别 这个INT-4.3是-5 而truncate-4.3是斩了尾数 正要的-4 另外truncate 就是后面可以有个数字 你可以指明是准确去到哪个位 如果加一个1字的话 就是准确至小数一个位 而2的话是准确至两位小数 至于-1的话就反过 准确至10位 如果-2的话就准确至8位 第四个MOD MOD是类似C%的做法 是一个除数 然后拿余数 所以19除4 4-4是16 还剩3 所以结果答案就是余数3 至于负数的意义不太大 这里我们不说了 第五个是-4写5入 有三种 一种是round 一种是round up 就是上写入 一种是round down 就是下写入 结果如果我们是就这样round 4-4写5入 给个0在后面 就是准确去到个位 小数后0个位 所以正要整数 6就会4写5入 如果1的话 准确至小数一个位 6是会要的 而7就会4写5入 所以125.7 这个两位小数 而-1倒转 准确至10位 -2准确至8位 至于上写日和下写 结果是会不同的 第六个 SQRT 就是开方 所以开方16 就是4 但是负数是开方不到的 出现error 第七个 次方 POWER2 3 就是2的3次方 POWER3 2 是不同的 3的2次方 所以是9 第八个 除基数 RAND 它出现 结果是0到0.9999 是出小数的 不出整数的 所以想要数大一点 我们可以把它乘100 结果就会0到99.99 当中任何一个数都有可能 出现的 要整数的话 可以加int 在前面 将尾数斩了 上游1开始 我们可以 将数加1 旁边有两句 c的句子 可以做一个比较 第九个function 叫做sum square 它是会加数 不过加之前 它会先做一个square 一个平方 所以三个平方 加四个平方 最后才加起它 第十个 sum 纯粹将数字加完 比如sum a1 b1 和2 a1 就是3 b1就是true 再加个2 因为b1 装着是文字 所以这个没有加到 不帮它加的 另外这个 sum a1 a2 b2 所以5 再加个10 再加个15 是30 至于最后这个 是比较特别的 如果我们这样写的话 这个3 都会加上 3加2 而true 是当1 所以是6 第十一个是Rank 排名次 假设有一堆分数 7分 3.5 3.5 1分 2分 这是一个范围 a1 a5 如果想知道7 究竟在这堆数里 是排第几的话 可以用Rank 去找的 结果 因为7 a1的7 是最高分 所以是排第1 0 意思是由大到小排列 如果不是0 就会由小到大去排列 不写的话 就当是0 12 average 计个平均分 假设有个范围 名字叫做 scores 是代表B1 母号B5 即是隔离第二行 average 它 将这些数字 加完 除5 答案就是11